塞塞塞 中秋連假收日一大早 東部蘇花改出口 車輛多到嚴重回堵 看準車流量大 民眾大多提早出門 他主要塞就是塞在 國五號的隧道路口 連假一定要五點就出門 五點 五點 五點早上五點 然後塞到現在剛剛十分鐘前 從汐止那邊又開始塞 就是要上交流道的地方 國道多出路段 一早路況不是紅暴 就是紫暴 國一從陽梅塞到新竹 時速二十三十公里 國三塞在英哥系統到大溪 國五則是南港到石鼎 南下路段 車多庸塞 南部里有的量是還相當多 那我們在新竹系統那邊統計 大概每小時多 一萬量以上的車流 我們就通過 宰車效應也讓國道休息站 人山人海 但正值中秋書運尖峰 台鐵卻區間耗制故障 導致列車大延誤 緊急更換電纜 卻還沒完全修復 至少四萬旅客受影響 那這邊我對所有的一個 感覺非常的抱歉 算是比較嚴重的一個故障 就是說整個 要找他的問題也花很多時間 我想說這部分就是我們要監討 江湯部長王國才道歉 視察完高工局隨即趕到台北車站 預估中午完成修復 最快下午恢復正常 讓中秋書運影響降到最低 進行我們流行瑜伽未遭到